嗯 二姐 二姐快来 什么啦 什么东西哦 你看 什么我发现吃的了 吃的啊 这里都是吃的 里面也能吃黄瓜也能吃 不是 这个 头子 这里面家种的吗 别人家的 这桃子坏都坏了看啊 全部都被红吃了 别人家的 可惜的哟啊 别人家的 哎你们这里桃子怎么才熟啊 我这里是良情啊 那你还记得吗 就是我们老妈上次跟我们一起去湖南的时候 记得啊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恒阳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寄了好多桃子啊 你看到现在 几个月了估计我们那边都过季了 你看这里桃子还长这么大一个个 你还有心情吃桃子 怎么呢 老婆嗯 有事情我要跟你说一下 什么 嗯 本来你不是在姑妈家收了300差不多400斤辣椒吗 嗯 本来就刚好差不多够了啊 嗯 后面呢 就是那边那个 我很伯伯一个伯伯家 他也60多岁了 后来他又送过来300多斤辣椒 他没跟我说他就直接送过来了 刚好当时我看他一个老人家又不容易 我就把他那300多斤也收下了 所以说现在家里面就有六七百斤七八百斤了就 我估计买不出去 又收了300多斤了 嗯 你怎么都没跟我说哟 我也不知道啊 他就自己直接送过来了 送过来了你先问我呀你要告诉我呀 我也是想到他不容易嘛老人家不容易我也不好意思叫他再再送回去啊 所以我就我就直接收下来了 说你你就是这样子做事就是没一点划算 问都不问一下都不跟都不告诉别人 我知都不知道啊这个 所以说等会现在赶紧去开锅卖吧啊 能卖多少卖多少那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卖不出去卖呀先卖了卖了再看嘛 啊看能卖多少嘛 那努力卖吧你卖吧 我看你能卖多少 我去了去我去直播了 每次做事就是这个样子 做什么事都不跟别人说 你每次做什么主意就是说你想想决定什么 起码我我得知道知道吧 又不是说你我也 搞了个图的 我也不知道还要送过来呀 你说我在家里我都没听说啊 刚刚才说过来不多久 刚刚才说过来的话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呦我一般就是没事的话我就躺在沙方休息 我又没看 我又开直播去了啊 你努力吧 失误了失误了哎 这里估计还有200斤 我看200斤不值吧 也只有200多斤了 你后面两个箱子都有80斤了 后面箱子这里还有一堆 你后面的 200多吗 我觉得这个辣椒还是漂亮很新鲜的 上次我收多了呢 还把我还把我卖一顿 你还在那里急 这一次你反过来 你又本来收多了 本来我计划安排好了的 确实也是啊 像我们这个本来就是小本生意 一单呢只做么那么一块多钱 你说一下子这里这么都搞不出去 人也累了你说还要 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看卖了这么久 还有这么多 卖了一天的辣椒了 今天那卖了一天只卖辣椒 嗯 这个是土豆 现在给大家发出去了 有很多朋友说 这个土豆有的说到的很小 说为什么 因为这个马尔科土豆的话 品种他不会长得很大的 不会很大个的 好吧 像这种土豆的话 他那个老品种小一点是不是 也好吃啊 味道是一样的 味道是一样啊 一样 他会不会像超市里面长得很大 大个那样的 超市那个是有两分钟 他不太大 不会的呀 超市那个就是那个 我们这里喊了的大树羊米 他那个是很大 嗯 马尔科他就是因为个头小 他产量低 所以说很多农民他都不愿重了 马尔科的就是 过去我们 我们叫什么叫 德国洋芋 德国洋芋 我们这里叫以前 叫德国洋芋 最后呢 他这个东西平着嘛 多年了 还就老化了 嗯 最后呢又通过 通过那个 改样 杂椒改样嘛 嗯 最后叫叫马尔科 这个辣椒还是漂亮的 他还在那里笑 我都不知道怎么会笑出来的 你笑你今天晚上就吃完了饭了 怎么会笑 那我不笑完了我会哭啊 反正你今天晚上就吃完了 你笑怎么会哭 吃完了就怎么吃的不 这里 你是眼大肚去笑 哈哈哈 生姿让你 八十美八十分钟 就是这样吃的 对 而且你这个心本的 那时候 你也 之前说到他一个能量 这个 嗯 对吧 他心还是厚的 对啊 心是厚的 但是你有限了 你怎么办 办的坏事 哈哈哈 他也不是办的坏事 这个还是不是 哈哈哈 是能力有限 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有多大口 多大口 对 所以说呢今后做事情啊 要量力而为 嗯 要想清楚是吧 嗯 没有多少呢 只有两百多斤了 嗯 两百多斤还少啊 两百多斤你知道要卖多久不 三斤一单的都要卖多少单出去 你想想 晚上买嘛 现在辣椒又没那么容易卖的 阿姐 你看这个辣椒浪费的也不稍微 嗯 这地上浪全部都是浪费的的 你看这里有一点点问题的 我都给你们挑出来了 所以说小本生意啊也不容易啊 我觉得 还是要批评你一下说你两句 你看上次你还这样说我 还让你着急 今天真的把我也急到了 不要急急什么呀 那肯定急啊 那到时候卖不出去你怎么搞 下午那么拼命的在那里卖也才卖那么一点 你到晚上留着晚上你怕有好卖 对吧 那不出去 主要是什么就是你把这些辣椒那个奶奶送辣椒过来 你收下来你怎么也没跟我说 我知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就直接拉过来了我哪里知道 妈还在那里问我 直接他说孟严你怎么又收了辣椒回来了 你到时候卖的完了直接这样问我了 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说我没收辣椒啊我还莫名其妙的 老婆你想一想吧人家那么大年纪的直接又送过来了 你人心你人心叫他又飞进去啊 那我是不忍心但是你想你你自己卖不完你怎么够 对呀 啊以后 以后就不要搞这样的事情了啊 辣椒吃不完的我老婆不是刚刚说我吃辣椒吗 我不是把他吃掉 你今天卖不完你今天晚上就一个晚饭吃 妈发话的 你晚饭上啊 老爸哦 莫言啊 其实呢 你不要过分得过阿几 我不是躺住他 就是什么呢做人啊 洗衣钱长一次 这个是个好事 相信通过这样子这一点消息的教训 他今后应该注意了 他应该以后会注意啊 这是个好事 嗯 我上次也是因为不好意思拒绝 所以说就先先收下来再说 但是那天罢蛮的我还把它卖掉了 今天我们因是罢蛮罢蛮也挤不出去 下次注意吧 嗯 我去吃这碗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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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碗菜吧 饭都不准吃 你吃那碗菜有什么用 生下来的 哦 也是辣椒臭的吧 那也不行了 嗯 为什么妈不准你吃饭了 那个房间都不准你去吃饭的房间 你偷偷的 给我打一碗饭 搞一碗饭端出来吧 那我不敢搞 我怕妈骂我 哈哈哈哈 是让你 教训一下你才行 现在赚钱不容易 你别嘻嘻哈哈 是很正经的 知道了老婆 看一下老婆在做什么好吃 做什么好吃的有你的份了 你就吃辣椒蒜了 你就凉拌皮袋 炒一盘辣椒 烧一盘辣椒 再炖一盘辣椒就行了 就饱了呀 三盘就够了呀 是吧 妈的意思就是要你吃辣椒满席 这个也不错啊 一半小时就可以了 但还有皮袋了 是啊还有皮袋了 这个也不错啊是不是 啊晚饭我其他菜我就不吃了 我就是吃辣椒 换皮袋就行了 这个我搞三晚饭就行了 没有换到我 换一个没有啊 光吃辣椒 你想办法做反正 哈哈哈哈 光吃辣椒就不行吧 哈哈哈 皮袋啊 辣椒管饱嘛 反正 反正辣椒管饱对 啊